泰国曼谷一家电子产品工厂发生了大祸 两名员工因为吸入过多的农烟被进击纵院 估计损失高达10亿泰铢相等于将近4000万新元 失火工厂位于曼谷郊区 主要生产地动电视、医疗器材和电路板 果实在星期三凌晨4点多 从一旁的货舱烧起 厂内约300名员工立即疏散 当地消防队派出30辆消防车到场灌旧 不过大火过于猛烈 消防员花了三个小时还是无法将火势控制下来 只好向附近省府寻求支援 结果总共出动了50辆消防车 并用了4个多小时才把火扑灭 警方初步怀疑火患是工厂内 有人进行焊接工程引发的